真心话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的六位调解团的成员 将会给出母女二人 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建议 想完我今天想跟你说 为什么站在妈妈那边呢 因为我感觉到你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我们的两位倾诉人 走上我们的表态区 我们一起看一下 他们最终的选择会是什么 有请二位 还是心愁女儿啊 我来队一下 在表较之前呢 我有点担心 是那个女儿回石家庄呢 还是回在天津呢 接下来我们在表态台上 如果小王的选择是蓝色 证明我们调解成功 她愿意回到天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两个人的选择 我确实是有一些冲动 然后呢 也缺乏锻炼自己的这个勇气 特别特别的矛盾 特别特别纠结 两位 请选择 好 非常好 虽然你们面前的排排上 颜色选择的不同 但大家的心愿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没错 女儿 有好工作等着你的啊 我有一个建议啊 因为这个国庆啊 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段老师能不能让大家都开心 给小王一个面试机会 好吗 就是如果录不录取 是小王你的能力 能力 面试机会 我希望段总能给一次 段总愿意给我们天津姑娘 一个机会吗 我给你两次面试机会 就在五八集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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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段老师 感谢 感谢段总 小王 赞助机会啊 我们期待着你在五八到家 成功的好消息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本期的 直言不讳 祝你们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假期愉快 再见 再见 小王